天文台在星期三早上一度發出黃色暴雨警告 本港多區受到猛烈陣風和大雨影響 在黃色暴雨警告生效期間 沙田廣場通往沙田中心的行人天橋上 多塊合共10米長、3米闊的木板 懷疑不堪風吹雨打突然塌下 期間6名市民經過 處不及防被擊中受傷 救護員直播講到 當中一男三女傷者 被送到沙田威爾斯親王醫院治理 另外一男一女傷者拒絕送院 警方正調查事件原因